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那我们看大盘今天是跌了两点 这个礼拜的周线是涨131点 月线是跌了49点 这礼拜有反弹上来 这整个月就在这里震荡还跌49点 我们看电脑 好 大盘明显的在这边做一个震荡整理 已经整理二十几天了 目前四条均线盘整在一起 半年线 年线 月线 季线 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排列 在均线整理区 它就像一个泥沼区 上不去 彼此的牵扯 所以它要突破 它必须补量上攻 长阳线 长弘棒 来突破这个压力区 或者是长AK棒跌破这个支撑区 形成另外一个走势 不然就在这边做整理 所以你会看到大盘明显在这里整理一个月了 目前还是没办法脱离盘整区 筹码画面 筹码来看 外资到现在整年度卖超 6626亿 到目前为止这个卖超的动作 还没有中止 那谁把筹码买走了 投信把筹码买走了 自营商还在卖 还有一部分呢在放空 当然政府的关股银行也是做多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筹码面的结构 外资从来没有这样卖台股 那我们看大盘在股神系统里面呈现了格局 三线在零左附近 非常的弱势 上档也碰到反压区 不容易突破 电子股的态势更明显还一度出现卖出去 所以我们说目前的格局 就在这边做一个震荡整理 有没有可能上不去再往下修正 当然有 所以这个地方超市上来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我想这也跟大家讲很久了 那目前就呈现这样一个态势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重点讲三个 第一个如何看财报 5月底6月陆续会出现很多财报的数字 那如何来判断它 第2个选股的技巧 我们要怎么样来选股 有2000多档股票 怎么挑怎么选 第3个 什么条件成立会嘎空 我想这都是大家最关心的议题 尤其第3个问题 什么条件会嘎空 我想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我今天讲出来的内容 是你从来可能没看过的也没听过的 但这确实又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如果你讲我讲你不知道 你在股市里面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伤害 好 那我们在讲架空预题前现在讲这两个股票 这是 是汉逊 在107年的时候 曾经从13块8 涨到418块 总共涨了 29倍 到底是什么样的题材 可以让一档股票涨29倍 那是很恐怖的数字 一档股票可以涨29倍 什么意思就是你100万放进去 高点的时候你已经变2900万了 天啊 到底怎么做到的 如果这个道理你不懂 同学朋友 你在股票市场 我说你可能还会交很多很多的学费 所以我讲这个道理 到底为什么这样涨 你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好不好 我要开始讲 那我们看龙卷的部分 很多人不相信嘛 就开始一路给他放空 随着涨势放空上来 空到这里的时候 龙卷没有在增加开始 认赔回补 对不对 但是 主力做什么没有放过这些龙卷 继续嘎空 嘎最后一段然后 股价到高点 龙卷也到底点 几乎回补光光股价开始回荡 所以说真的龙卷 能够赚到钱的也不容易 通常会被主力修理很惨 那我们说这两个股票为什么可以涨29倍 它道理是什么 你操作股票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你绝对股市里面你撞不到大钱 甚至你会缴很多学费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106年到107年 年中涨了29倍 那我们看106年的数字 营收 45亿 107年涨29倍是因为什么 营收50亿 这个也不怕成长 成长十几%而已 对不对 营收成长5亿而已 那成长十几% 45亿的5亿 那也还好啊 那10几%那怎么可能股价涨29倍 所以这个道理你要不要懂 当然要懂 或许有一天你变有钱人了 那股票到底怎么操作 你要懂啊 你不懂 你怎么当大股东 你怎么当 不要说你当大股东 你怎么当有钱人 你怎么在股市里面赚到很多钱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他竟然只是成长了5亿的营收 然后股价可以涨29倍 来看过来 EPS本来从8块变成4块 EPS还减了一半 头这边 你看过这种结果吗 今年赚8块 今年赚8块 明年赚4块 然后我可以把股价涨29倍 我的获利减少了一半 可是我股价可以炒29倍 你有看过吗 这就是汉讯了 看到吗 有哦 真实我讲这个真实 这不是我乱讲 中间有什么玄妙 这107年的时候 看到吗 107年第1季 赚了多少 13块3 他本来去年一整人才赚8块 107年第1季赚13块3了 第1季赚13块3 所以很多人计算机开始拿起来准备做股票了 1季13块乘以4季 等于52块 本利比假设是10倍 那股价就是520块 很多人做股票这样算 最后呢 股价涨到418 最后呢会什么样 你看418 第1季 第1季赚13块 第2季也要赚13块 变成赚2毛 第3季还亏损 第4季还亏损 所以一整年下来 最后是 赚4块钱而已 前一年赚8块喔 看到吗 前一年是赚8块喔 对不对 第2年 第1季赚13块 结果整年赚4块多 因为23季亏损 第2季变成2毛 第3季就亏损 第4季也亏损 第4季 原来股票这样玩的 那你看到后来 你想到什么 这个就是 说难听的搞不好是一个财务操作啊 营收才成长51 成长11%12%而已 营收成长51 获利竟然减少一半 那股价可以涨29倍 你不要以为这是单一个啊 很多都会这样搞 懂意思吗 烂断不懂就放空它 如果你空掉那股票它会涨29倍 老师涨两倍开始放空 你用这样算你就完了 你后面再被嘎空27倍 嘎空是没有限制的哦 他不是就跌下来 跌下来100顶都跌到0嘛 跌到下市嘛 嘎空是无限制的哦 可以涨100倍也可以嘎好 所以你不要开玩笑 所以你只要把方向做错了 那是赔到你 你真的是 胜不如死 所以你看股票是这样搞的 哦哟原来是这样 那你说穿了你看完这些数字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 搞不好就是一个 对不对 金融操作而已嘛 本来一季一季的成长很平稳 我后面都不要了 全部拉到第一季来 请那些 买我产品的厂商 跟他们讲 我第二季工厂要大税修 你们要叫货全部把第一季把它叫满 第二季要停工 休息一阵 工厂要整理啦 对不对 机器要钛换啊 所以可能暂时没办法产能开出来 你去我们第一季把货叫满 有啊 营收出来啦 哇一下成了那么多 1PS出来了 13块 到后面呢 当时的题材是什么 当时的题材就是 比特币 挖矿机 挖矿机需要什么 需要大量的电 24小时不断电 不断的工作 不断的工作 需要显示卡 漢星做什么就做显示卡 但是我们一个显示卡可能保固一年到两年 我们平常电脑 不会坏啊 正常用不会坏 比特币不一样 24小时这样超超超 三个月就挂了 所以大量叫货出去了都出去了 三个月后比特币挖矿机 显示卡坏掉 对不起哪来退货 维修 那你换一片新的给人家 保固一年 对不对 很简单 现在卖这些 你以为赚到钱了 三个月后哪来退货哪来换货 再出去 好的出去坏的拿回来 惨了坏了也不能用 会不会赚钱 不会赚钱 所以为什么 来再看一次 第一季 看到吗为什么会这样 你再看一次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季13块 第二季剩两毛 第三季赔钱 第四季赔钱 第三季赔1块8 第四季赔5块 为什么 就我刚讲这个道理 你显示卡正常给正常用 可以保固一年不会坏 保固两年不会坏 你给比特币 挖矿机 24小的那边转转转转 那后来三个月就挂了 你保固一年 你要不要 换给人家 你要不要赔给人家 赚钱变赔钱 就这样 懂意思吗 但是很多不懂这个道理 你看它股价的变化 你再看一次 很可怕 它是从13块8涨到418 它涨29倍 就是因为第1季赚13块 它可以涨29倍 有没有理性 没有理性 乱涨 对呀乱涨也是涨 好不好 最后呢 本来赚8块 变赚4块 股价打回原型 可怜你看 这就是股市啊 你没有懂这个道理 很多人是不懂的 所以我上次跟你讲这个观念题材 就是主流 现在的主流是什么 你要搞清楚 我说没有 现在每个人都在出门都要带着 主流是什么 那还用说吗 对不对 主流就是生计嘛 防疫相关的股票嘛 那这叫什么叫实机材 过了就没有了 就像20年前 当时澳门的普斯蛋塔 到台湾来 哇蛋塔很好吃 到处都是蛋塔店 到处都大排长龙 接下来开始蛋塔店倒闭潮 吃腻了不想吃了 蛋塔店开始倒闭潮 你现在开一家普世蛋塔店 我看你的卖给谁 对不对 没生意啦 实机过了就没有了 这叫什么 实机材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股市上涨 两个字 题材 没有题材涨不上去的 题材可能是一个基本面 可能不是一个基本面 可能只是一个炒作 所以我们说等于基本面 对 等于什么未来的基本面 可是不等于过去的基本面 他可能只是一个炒作题材而已 他有没有理性 他完全不理性 DG EPS3块就可以涨29倍 哪里理性 什么理性没有理性啊 最后股价三南三北走一回 因为字太长就只能打 三走一回 就三南三北走一回 所以你看完这个故事 不就讲这个吗 这个怎么由来 啊不就这些东西吗 从这边好 那谁被尬空了 你看多少人被尬空上去了 空单主力作手要放过他吗 空单开始回补 再尬一段 看到吗 从278再尬到418 不要以为主力作手会放过他的空单 不可能 尬死他们 懂意思吗 对啊 最后回到原点 问题你被嘎死了 他已经涨29倍 你怎么跟他拼 你13块的空单能够放到418吗 怎么可能 所以想想看这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 那我们说龙券强制回补 有四种情形 第一个是股东会召开 每年的6月底以前 依我们中华民国的公司法规定 6月底前要召开股东会 召开股东会前两个月 再加6天 要制作股东名册 所以他要知道你是谁 所以 龙券全部要回补 空单全部要回补 要开股东会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回补的 空单被强迫回补的机会 第2个除息除权 除息要回补 除权也要回补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你就要注意了 做空单有两次要被 回补的机会 一个股东会一个除权除息 还有一次 我写问号就是还有一次 我等一下讲 所以你看现在空单这么多 空单什么情形会被 嘎空 注意看 注意听 告诉你要记起来好不好 有这种情形 第2个 你什么情形会被嘎空 什么条件会被嘎空 第1个卷资比很高 卷资比 资比 农资农卷的比例叫卷资比 可是卷资比有个问题啊 假设一个农资 这个1000张 农卷800张 那卷资比就是80% 80% 其实他张数不多 卷资比能做相对参考 要配合什么 要配合数量 农卷的数量 农卷算张数的不是算金额的 这两个要配合起来才有意义 懂意思吗 还有一个就是提采相助 像现在大家出门都带着 这就是提采 懂意思吗 有提采有想象空间 提采相助 懂意思吗 还有一个就是农卷的强制回补 这个补你非补不可 所以当这些条件组合起来就是嘎空 这一波涨什么 就这样 就涨嘎空 涨什么 就涨这些东西啊 农卷 数量高的 卷资比高的 有这个题材相助 加上农卷的强制回补 要注意 你搞不清楚会被咔死 我跟你讲 所以不要开玩笑 好所以我们先看农卷比较高的 股票 金像电 旺宏 国光 等等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旺宏有没有嘎空 没有啊 旺宏哪有嘎空 为什么旺宏嘎不了空 都在这边 所有嘎空的条件 刚想了四个 还要加一个 这个没有成立 就不会嘎空 四个咯 再加一个 这叫 三线翻多 三线没有翻多 你这些都组合 都OK没有用 三线没有翻多 不会嘎空 旺宏为什么不嘎空 因为他没有三线翻多 他还是空头格局 所以他就不会嘎空 这样懂一次了吗 刚讲要记起来 金像电有没有嘎空 当然有啊 股价创新高 嘎上去了 有没有三千万多 有 国光森有没有嘎空 有啊 大盘 这一个月 什么情形 说真的软趴趴 我们再看一次大盘的格局 请问你有没有软趴趴 有啊 这个月有涨吗 好像都在这里盘在这里啊 对不对 月线 还跌了四十九点 好 那如果你从筹码面来看 外资好像没有什么买 投信就买这三天 这半年就买这三天 自营商还在卖呢 那为什么这种条件下他会嘎空 你说筹码面又看不到任何迹象 那在嘎空 有没有 投信朋友 空单是不是一路被嘎上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投信朋友 我们把股权系统打开 可能就会有答案了 强不强你自己看 哦原来他是三千万多的格局 投信朋友 所以 三千万多的股票 又配合龙卷很高的 卷之比高的 就会嘎空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放空这种股票 懂于是吗 好 那有些人说老师 国光生还没贪钱 连赔六年了 这种公司 怎么会嘎空 他又不能 出钱出息 你赔钱你怎么出钱 你要赔六年了 你怎么出息 你要配什么洗 你没有洗可以配啊 所以空他不怕 如果你这样讲你就错了 你这样讲你会输到脱裤子了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第四个我没跟你讲 对不对 我们说啊 什么条件会嘎空 在这里啊 有没有 股东会召开出钱出息 还有第四个我刚把他打个问号不告诉你 现在告诉你 办理现金增值 通常这个条件就是给没赚钱的公司用的 有赚钱当然也可以用 没赚钱他就只能用这个叫办理 现金增值 要不要出息 要不要这个回补 现金增值空单也是要回补 那我们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些公司没赚钱 可是股价拉到六十块 然后现在办个现证 六十块嘛 我四十块可以认 一张认半张 你有买一张你可以认半张 你现在只要四十块就可以认 你觉得这些人会不会认 当然要认啊 股价六十现在四十就可以认啊 我当然要认啊 差价2万你当然要认啊 不是没有所以你要小心 我跟你讲 要小心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这个观念如果你没有你绝对做不赢 懂意思吗 所以这些股票 金像店骨光 这都是三线环朵 被嘎上去了 原因就是 这个道理 所以他如果有一天像这种走势 这107年发生而已 现在109年 制造一个题材 请问骨光 可不可以发布一个讯息 可能他也是类似像 汉讯这样操作 今天突然第1季 赚2块 我跟你讲不得了 股价不定要高到哪里 大概算 第1季赚2块 乘以4赚8块 8块如果本益比10倍 那也要80 如果本益比15倍 120 如果本益比20倍 160 现在才50几 他说要 虽然你要很小心 我跟你讲 这个出货出那么大 你不能说没有 小心 所以如果像当年的汉讯一样 股价给你涨29倍 现在涨1倍而已 这里有写 从最后一个买进薰套出现 这是27.6 最后一个买进薰套在这里 27.6 到今天的收盘 56 涨107% 涨几倍 涨1倍而已 那如果像汉讯这样涨29倍 那你怎么办 你要控他 我给你讲你晚上你都睡不着 我怨你 所以这种股票 不能空 同意是吗 这种情形不能空 他三星又没跌破 你怎么控他 不是因为他没赔钱 没赚钱 你就可以控他 这样想法是错的 这观念是不对的 同意是吗 那我们说最近买到这三个族群 心里有点烦 这个月大盘本来就没涨 这股票更没涨 比大盘更弱 哪三个 PCB 光学跟被动元件 看一下 被动元件国具 又来了 成长800多%700多% 如果你看到这个数字多漂亮 1PS31块 41块 吓死人了 一年可以 三季你看这样赚多少 这样这三季就赚了 80 80几块 83块 你看完这个数字你认为下死 107年 1月2月3月 是不是多漂亮 很多是老师在国关会没赚钱我不敢买 好啊那你买这种有赚钱 这赚最多啦 赚40几块 30几块 吓死人 一年啊 可以赚了 将近100块的1PS 吓死人了 那如果你看这个去买 好不好 好啊 了不起啊 国具啊 对不对 107年只不赚了100块吗 对不对 你看这成长多漂亮啊 来我们看股价在哪里 107年 天啊在这里 股价的高点在1200啦 那你看到EPS很好去买 就买到这个高点附近 1200跌下来 200多 剩195 跌回幅度多少 84% 你1000万进去剩下 100多万 EPS了不起来100块 高用 你买上去就是最高点 看到吗 最高点啊 1200啊 跌到195 跌多少 利多实现之刃就是股价最高之时 走这边啊 你喜欢买赚钱的 喜欢买啊 很好的 就是很好股价才会拿那么高 将来只要上一个反转 股价下来 跌8成跌9成 比一比皆是 汉迅也是这样啊 国际也是这样啊 8成到9成啊 最少 所以你看EPS很好 哦这个很赚钱 对呀 你觉得很赚钱刚好就最高点 利多实现之刃就是股价最高之时 不是吗 所以我们说 财报怎么研判 赵一铭股价187条早就写了 过去是拿来回忆的 所有的财报 都是过去的 没有未来的财报 未来财报是违法的 快递师签证 未来财报抓去管 没有未来财报 所有财报都是过去的 过去是拿来回忆的 早就跟你讲了 未来才是你真正要面对的 你看过去没有用 用过去的财报买未来的股票 拿明朝崇祯皇帝室的 上方宝剑 要去砍清朝的官 砍敖拜 崇祯皇帝室一把宝剑给你 来上方宝剑 对不对 拿上方宝剑 明朝的上方宝剑 我去砍敖拜 敖拜是清朝的官 康熙的官 康熙是清朝的 你能够拿明朝崇祯皇帝的上方宝剑砍清朝的官 开玩笑 笑死人了 过去财报能够买未来的股票吗 没有听过股票是买他的未来吗 有啊 不是吗 那你拿过去的东西怎么买未来的股票 你所有知道的财报都是过去的 没有未来的财报 未来的财报是犯法的 这样听懂了吗 懂意思吗 这个我讲你听不懂 你不要做股票 不然你就再看一次 这些观念你听不懂你绝对学会脚步啊 我不骗你 我刚讲非常重要 好不好 我们看国具 国具ECB发行欧洲客转载 溢价30% 它的总算价格在485 现在300多块 现在收盘370块 485还有100多块30%的一个利润 那请问发这么多利多 是不是应该要涨 对啊你看又发一次 应该要涨 那请问国具有没有涨 看有没有涨 你告诉我这个也有涨吗 为什么涨不动 空头格局怎么会涨 怎么研判空头 三线都跌破了啊 趋势往 西岳筹马0万动不住 高档出去卖出去 这格局是不对的啊 懂意思吗 华星科华雅科啊 华星科不是华雅科 华星科也是一样 妹妹你打错字了 这是华星科不是华雅科 被动人间的华雅科也是一样 这错的 它怎么会涨 这样听懂吗 所以你买这种标的你买PCB 你买被动元件 你买光学 光学 光学还没讲 光学 PCB 对不对 蓝电 为什么蓝电会跌成这样 看到吗 好不好 哇 成长 670% 33% 301% 去年EPS 户的今年开始赚钱 哎呦很不错耶 你去买它 这公司很好 你就是准备赔钱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都是看到最好的公司 买到最高的股价 你都 所以赔钱我不敢买 赚钱你才敢买 所以你每次都买到最高点 因为就在这里 懂意思吗 好 华为要开始来防堵 被美国防堵 美国开始防堵华为 因为它做5级 5级手机 5级设备 领先全球 可是美国防堵它 欧洲也在防堵它 英国也在防堵它 那你想想看这种情形下 手机好不好销 销到美国一定行不通 会不会整个产能受到压缩 当然会啊 你就销不出去 做那么多要干嘛 那请问南电在做什么 你就做华为的手机 PCB 高阶的 PCB封装 或这个 印刷电路板 做什么 ABF 高阶的手机板 对不起 现在状况 什么状况 发生了吗 所以南电会不会受影响 一定会的 他买那么多设备 就是为了帮华为代工 现在有状况 所以股价怎么会涨 所以我们这种情形下 你不要看他 财报很好 你去买就完蛋了 习惯如果不改 煮粘备有多败 习惯如果改 勉努水材可以 这观念一定要建立 我今天讲一定要记起来 张老师啊你勉努水材可以 你怎么开勉努 我勉努开五六台 拜托 我刚把我女儿搬家 开宾室帮她搬家 开宾室车去帮她搬家 爸爸我怎么没坐过你的车 我说有啊你坐过啦 你小时候就坐过啦 从小到大你都是坐宾室 因为她跟外婆住一起 那我假日回去 假日回去有时候开特斯拉 我载过她 她可能忘记了 没有在 她也不喜欢坐很高贵的车 她每次上我的宾室车说 爸爸你的车 新车 皮的味道好臭 我说是哦 那什么味道才会香的 说供的货车味道比较香 我想没在想什么 好 蓝电什么格局 蓝电这个不对啊 三线破两线 那怎么会涨 你都看财报你去买都套了 赞民看什么 看股权系统 因为这个才是对的 早就转空你干嘛买它 行行 这格局就不对啊 上档压力一大堆 那怎么涨 懂意思吗 这格局是不对的 光学大立光 天哪这格局怎么会对啊 这空头格局啊 光学族群 这格局也不对啊 懂意思吗 所以你买这些股票 刚刚讲三大族群 被动元件 PCV 跟这个 光学 这一个月买这三大族群 脸色很难看 铁青 难过 时间过去一个月 你看一码都赚不到 还赔钱 原因是什么 买错了吗 这股票本来就不应该买 所以我们说股市最难什么 就选股跟买卖点的判断 你看这一个月你看这么多节目 哪些人在讲这些 一大堆人都在讲这些东西 光学 PCV 印刷电路板 光学PCV跟 被动元件 就买了以后全部套了 所以你会发现赞云早就跟你讲 月初就跟你讲到现在 这股票格局是不对的 你不要去买 赞云节目很多人都很喜欢看 今天节目这个 第二次录影没有声音 Light爆满一直 七八百个发讯息来 老师影片没有声音 我看到了 我在搬家 在帮我女儿搬家 休戴了休戴了 我现在11点了 录到11点了 好我们看一下 当你一个讯息来 今天是蓝亚科 讯息来了 那请问你怎么研判他 你看到一个新闻 好啊蓝亚科不是一个 两个 对不对 今天二雪花工商 好了 那请问你怎么研判他 对啊 你每天股市开盘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 好朋友告诉你 什么股票多好多好多好 你要操作到多少 好啊可不可以买 看那个新闻利多出来了 好那可不可以买 对啊你要告诉我啊 你怎么研判 两个新闻 都讲蓝亚科 你没有能力研判 你在股市多无助啊 你未来又买到一些错误股票 越大到在里面 你就哭了 每天都这样提心吊胆 买股票这样太痛苦了 那怎么研判他 我教你 赵亚铭我怎么研判我来告诉你 我们看电脑 南亚科二次研发 对不对 K线把它打进去嘛 怎么研判 好像也盘很久要涨了 不知道 888 进股权系统 什么格局 这不是空头格局 你不是早就该卖了 你在这里就应该卖了吗 可是你在这里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出来 你怎么知道 这里高点 对啊你跌下来当然知道这里是高点 那你怎么知道这里是高点 888 哦 原来这里好多卖出去好多鬼啊 所以你是不是就知道你这股票不能买 这一段都是空头格局 今天 29号5月29号 这个也不能买啊 你怎么会去买 蓝亚科 那用这个道理你怎么会去买被通人街 你怎么会去买光学 你怎么会去买PCP 不可能 那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下次套的股票就是你 换你 住在套房里面 这绝对会发生的懂意思吗 好我们看这新闻 智威 涉未来三界 剥划十年 这个计划 东上太有企图心了 叫欧阳志宏 两个报纸都发信息 宣布今年是智威的新元年 好了 那智威可不可以买 我把问题丢给你 你一定搞不清楚 三天三内你都搞不清楚 对啊看到这么多好消息 那请问到底智威可不可以买 你一定搞不清楚啊 那搞不清楚 请问你怎么操作股票 对不对 那我们把股神系统打开 5263智威 888就看到答案 喔原来这一段不能买 如果你买这一段 170跌到90 那你看你会断头 50%嘛 为什么这一段不能买 我们看一般的K线你觉得看不出来 对啊 你怎么知道这一段不能买 等一下你就知道来不及了 你怎么知道这里不能买 888 喔原来这里是空头格局 卖出去那出现了 当然不能买 现在好像翻多了 对不对 什么问题 第三线太短 动能不足 第三线要动能线吗 这是比较短 动能不足 第2个看什么 看它的周线 日线看一下周线看 就有答案了 周线 就是777 哎呦对不起这周线还不行 对不对 没错嘛 三线破两线 格局还是不对 看完之后对不起 赵亚敏尼会买资威 谢谢再联络 我没清楚 懂意思吗 用我现在讲的逻辑操作不一样 你演的机会就很大 赵亚敏尼这一波怎么看到升级股 一整个月我都跟你讲这个东西 为什么 我就用这样看 懂意思吗 一样嘛 好不好 当然最重要的怎么选股 你看第1个成交值排行榜 为什么要讲成交值 成交量 乘以成交价 叫成交值 你多少钱都买得 买得到 老师我3000万可不可以做 你放心 你有5000万都可以做 你有1亿都可以做 成交值 成交量 乘以成交价 市场最多人买的 人气最旺的 资金最汇集的 叫成交值排行榜 好 浪贩正业 只有一个亮灯 那就是 亚漏法 事宜开头了嘛 对不对 股票上涨的必要条件 趋势欢仰充满临动充倍 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永远都不会改变 缺一个就不行 你看刚刚那些股票都是不对的 那就是 三线都不对啊 懂意思吗 被动眼界光学 PCB 我就这样研判 一整个月都没涨还倒跌 股票上涨怎么涨 趋势欢仰充满临动充倍 这是不会变的 鸿海有没有 没有 鸿海哪有 雅德克呢 对不起 今天三线转控 今天是5月29 联发科呢 联发科对哦 你看看吗 386番多到今天赢464 涨80块 这格局是对的 你看三线是对的 家经呢 从50块涨到70 你看 涨40%了 对不对 对呀 这格局是对的 那你会发现会涨的股票都一样 都生这个样 趋势欢仰充满丁动充倍 哪一个不是这样 对呀都是这样 看到吗 环球金是不是 当然不是 股价涨不动 空头格局 我骂对不对 不对呀 压力一大堆空头格局 原项对不对不对 空头反弹而已 原泰对不对 对哦 27涨了41 这格局是对的 大学光对不对 对呀 三线犯托 多简单啊 你是不是希望做股票能够这样很轻松很简单 这才是你要的嘛 信华对不对 当然对 格局是对的 好不好 所以我们说成交值排行榜非常重要 怎么挑股票 怎么找到旁边的主流 怎么找到旁边的题材 注意看 我现在教你一定要记起来 你这个不记起来 你绝对找不到最强的股票 张爱民怎么找到最强的股票 注意看 不讲 第2次 第1个 成交值排行榜 第2个 多头六星 你看 这里是不是 亚洛法 对 亚洛法又来了 蓝6 你告诉我这都同一个题材嘛 对不对 很简单 还有一个什么 第2个多头六星 第3个叫法人操盘 恒大热印 康纳乡 高端利 对不对 亚伯 智琴 请问这些股票在做什么 什么题材 升级 什么题材 不是一样吗 同志朋友 张爱民一个月前 5月初就告诉你 我怎么知道我就用这样选 陈交值 多头六星 法人 就这样 法人操盘 同志朋友 如果你不会这些你说你找到标普 我不相信 我绝对不相信 你在别人 骗人你在鬼扯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股票 强不强 涨快7倍了 保零负 保零负 第二线跌破地下在临走 所以稍微走不动 但多头没有改变 多头线路整理而已 他多头并没有改变 涨一倍了 高端利 头没有 涨几倍 你自己看 涨一倍了 你看这多漂亮 趋势多漂亮 筹码多漂亮 动能多漂亮 你没有觉得他又高又端正又帅 像一个男人一样 前天电视台录影 张老师你还有巨星的架势 你看这就是巨星的架势 三线架构完整 对不对 好不好 这是什么 高端利 亚洛法也是一样 多漂亮 三线架构多完整 33到66 一倍 到78了 最高点 到80了 能不能涨一倍以上 这架构对不对 对呀 到这边 所以常常很多人都问 到底股票怎么需要 到底股票怎么需要 每天行情都不一样 变来变去 不变的就是 上涨必要条件 去吃饭洋 做蛮丁冬的装备 所有涨碟密码 我的节目就是涨碟密码 所有涨碟密码 都在股权系统里面 怎么选我刚刚讲的 三个条件去选 不再重复 自己看影片重播太好 观念决定行为 行为就决定你的命运 为什么很多人去买光学 买被动元件 买PCB 套一整个月 6月份开始 他们一样不会选 又去弄融化底彩 再套一个月 同学没有 赞民还是会 下个月6月份 涨什么底彩 我的节目里面就会讲 懂吗 你不用那边乱拆 乱拆没有用 也没有人看得对 我给你讲好像都是正确 你会发现 观念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命运 有些人说老师我现在暂时不能参加你的 我资金太少了 可是我每天都看你的节目 不断在吸收心 不断建立自己正确的观念 很好 很好 这样就对了 你现在行为就对了 那反过来到处看到处听 一会说被动元件好 一会说PCB好到处买 套一屁股就是你 你就完蛋了 观念错了 行为就错了 你为什么有这种观念 对不对 最后你就去做这件事 到处看了 最后你就命运就惨了 想改变口袋 先改变脑袋 脑袋不改变 口袋是不可能改变的 股票要操作理想经济 买的安心抱的放心 卖的开心 这就是你要做的 这是赵一银每天在做的 好不好 浪位时间 自我摸索 让你的财务一点地流失 最不值得 你看这个月多少 一毛钱都赚不到 一毛都没有 连一毛都赚不到 多痛苦啊 为什么 不会选股 买到错误的股票 好 帮你加入赵一银股神系统的 粉丝团 你可以按这里 就会连结到FB 加入就可以 看到影片 记得订阅留言 点赞分享 我今天节目 录第三次 我说真的 至少我态度一定很用心 那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收到 现在11点07分了 快半裂了 张一银这么认真的录节目 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感想 如果有 那你不用客气 在我们的YouTube 在我们的 Lite都可以留言 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 就知道你 不想多说什么 张一银我支持你 那真的也可以 看了就 这么多观众人支持 我们要把节目做好 说真的如果不是有这么多人在 鼓励我们 给我们这个留言 没录就算了 半裂录个屁 没录就算了 太多人 等着让我们看影片了 所以我们不回来不行 半裂照常把录 这是我们态度 我们态度来自于大家的支持 所以记得 要做什么 看好影片要记得 订阅留言 点赞分享 分享给最需要 这些正确观念的好朋友 我相信很多股市里面 很多人还是迷失在方向中 永远不断的缴学位 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 他们真的很可怜 记得把张一银影片分享给他 好不好 记得留言 我们今天节目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避开投资限期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为您打造梦想的财富 02-2500-6999 02-2500-6999 99